您好,我是六年一般的郭欣妮,我今天要為你導演是董源的作品《榮樹膠明圖》 這幅榮樹膠明圖的畫家董源是十世紀的南唐中林人 他所畫的山水畫大約分為水墨和彩墨兩大類 這幅畫作構圖特殊,採取俯瞰的角度,三派造型回緣 山與樹木給人有非常繁茂的感覺,呈現出山水畫蓬勃的生機 黃公望的畫風師承造夢幅也受到董源和巨漢的影響 在《榮樹膠明圖》中,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黃公望在山水畫中所模仿的技巧 像是用來表現山坡濕潤,處子松丸的披麻村,取柔小山頭,聚在愛里所形成的斑透 樹木多變的姿態等等,都是董源別具有特色的風格表現 我的導演都是結束,謝謝你的聆聽